我是飞小鱼 很高兴我们又在星期二的下午两点钟 然后跟你见面了 我们每一次呢 这个跑步吧人生 就是希望帮大家找来各式各样不同的跑者 然后呢 听听看他们有什么样子 很特别的 好玩的 有趣的事情 那今天请来这个来宾 这个真的是太妙了 他这一两年 尤其是今 大概最近这半年吧 红透半天边 几乎是这个 红到国外去 因为呢 这位我如果讲出名字来 我相信不管是有跑步 跑步的人一定知道他 没有跑步的人很多人都知道他 他就是鼎鼎大名的拖鞋侠 陈庆顺 就是乃姬大哥 大哥你好 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个实在是很好玩 因为呢 他刚刚跟我说 不要叫啊 不要介绍我的陈庆顺的本名 那我在想说 我们刚刚开始录的时候 就说为什么他叫乃姬大哥 乃姬是什么 就是国语就是荔枝 那我们这边的妹妹问说 乃姬大哥 你是不是因为家里种乃姬 所以才会这样子 为什么叫乃姬 这个乃姬的名由来是 我小孩 做小孩 大家都说 一颗小孩 一颗乃姬的 是这样来 所以大人后 大家都一个外号 都叫我乃姬 结果乃姬大哥 其实现在又多了一个 更有名的名号 就是脱鞋侠 为什么他叫脱鞋侠 因为他非常非常特殊 就是他穿了一双 那个台湾族 什么脱鞋 拖鞋 拖鞋 这个 我一直在开玩笑说 这一集录完 我的台语就会变得很轮转 这样子 那他穿了拖鞋 然后穿了拖鞋去跑马拉松 那我一定要先讲一下 其实我跟乃姬大哥 在2008年 那两个第一阵 我们两个人相遇在哪里 很浪漫的塔塔家 对不 塔塔家 第一次去 去走马拉松 对对对 塔塔家那阵 我们住在 那时候很好玩 就是很冷啊 然后 越大阵 越多阵 一整天都没有停 都越好越多阵 对啊 然后呢 我们跑步的人都住在那个叫什么 东浦山庄 东浦山庄 一间大阵 大阵二十几个 对啊 我很荣幸的 我跟乃姬大哥其实是同一个房间 然后那时候我第一次看到 哦 怎么会有人穿这个 这个台湾三 哎 三双一百元的拖鞋 他说他要去跑步了 吓死我了 我心里面想 给我骗 我才不相信 结果乃姬大哥可以讲你 刚开始怎么跑步的吗 哦 那一间 在台湾这要走 我真的有寒 他这样那两天都开始乱 都乱乎乱乱乱乱乱 天气又很冷 温度都在10度以下 10度 9度 哦 既然还要走 去到现场时 那时候 很多朋友 也有的 有的风气 对啊 啊 我也有忧啦 你有忧 但是来了 我第一次而已 我开始要走路 就没走 这样 这样不行 所以我第一次 那是你的第几厂 我算 第一次报名 不过他是因为风胎 会有一个月 哦 那一个月呢 变第二厂 所以第一厂不是这厂 第一厂是泰鲁阁 你这样生厚啦 那个泰鲁阁 已经是很难得 那个玉山哦 塔塔加那个马松 那个从头到尾 都在海拔2700公尺啊 乃姬大哥说 他一开始就跑这个 你是怎么不怕死哦 哈哈哈哈 那时候 不知道说哦 啊 他海拔啦 他都都不满啦 那就是 好像说 帝袍主角的幸福哦 啊就 就去跟他走啊 嗯哼 啊去的时候哦 去才说哦 我路虎啊 不过 也一种的 真好的一个 给我们的科研 嗯哼 真好的科研 其实我比较好奇的是说哦 那天的前一天晚上 这个我可以稍微爆一下料 大家哦 亲爱的跑友们 每个人一定要来认识 乃姬大哥 因为认识他哦 你会觉得非常的幸福 为什么很幸福呢 我那一天晚上 我们在塔塔家 在东浦山庄嘛 哈 你敢知道啊 他们哦 居然 哎 有量 带了很多锅子啊 啊 乃姬大哥说 因为他们嘉宇那边有七个人 都要爬山嘛 你对吗 我都要爬山 那边七个人里面 有两个人是爬完那个百月的 对对对 结果呢 他说东浦山庄好像他们的后花园啦 啊对啦 结果有两锅 好像有一锅是 凤梨枯萝 海土鸡 还有一锅是高丽菜跟那个叫什么锣 十几锅啦 好好价 然后呢 还有那个二十年的成年的普洱茶 还有智利的红酒 你真是有幸福耶 所以跟乃姬大哥跑步哦 是很幸福的事情 可是我比较好奇的是 因为我隔天跑步 我跑得很痛苦啊 我都不知道乃姬大哥 到底穿的那个拖鞋 怎么跑完二十一公里 我一天走哦 那整个拖鞋都叫天气最冷的 那种火水 躺到整个都顶着 嗯 啊 会返软炮啦 嗯 整个雨这样滑 而且它的雨 整个都水 都水 很远走 从头到尾都滑 对啊 它雨都不停 啊 而且 算是因为 下雨天我还很冷啊 算 你的抵抗六个 这样我们算是很幸运啦 很幸运玩炮啦 很幸运玩炮 但是你的脖子是怎么让那个拖鞋 没掉下去 啊 因为我是从小孩都穿 对啊 你是怎么穿穿拖 这才是成功的 听说是三十年 三十年以前 射下去 我讀国中的时候 讀三年的时候 啊 有一天在打扫 啊在堂子上头 不小心哦 啊 叫博博了 不是调皮哦 啊调皮也能说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 啊 上来后 因为脖子都回去了 啊 头部也受了严重的创伤 啊 所以 整股都回来了 啊 所以回来了后 呃 医生我脖子有 咬梯啊 啊什么 大腿哦 负杂性的骨折嘛 哦 负杂性的骨折 那股跑出来后 啊 背了 洗衣哦 啊 股脱落开后 倒梯啊 垂梯下去哦 啊 有 然后 算用 用 开刀的处理 啊 所以 那时 我这股是 不会拗弯啦 哦 你右脚都不能折哦 我一年里面 股是都不会拗弯 啊 后来是 做附健 啊 做附健 后自己 不可以说去 去陪附健啦 在家都自己 自己这样 运动而已 啊 啊 一年后 天下来后 开始 因为我的天下时 没法拗弯 最主要就是 鱼子不在进步 啊 鱼子不在进步呢 我 天下一段一段一段 所以在 拗弯的所在 变不不拗弯 啊 一年后经过 天下来 啊 后来我开始慢慢做附健 咖才会拗弯 所以 三十年下来 你 啊 啊 三十年下来 三十年下来 都穿这种鱼 啊就是都 穿超级的 简单 地盘是在 都在这样 都没有穿过别的拖鞋吗 啊 大部分都穿这种鱼 大部分 啊就 虽然说 在增加 晚上哦 不知道什么漂亮 比较好 啊 所以 大部分后也没漂亮 啊 啊 所以你穿这个鱼 去爬山 啊 去跑步 对对对 你都没在怕 都没在怕 说鱼 那会掉下去 我八九三也穿这箱 啊 但是这个鱼的落下 人们说穿 爬山都要穿那个什么登山鞋啊 什么高鞋 对不对 啊 都说要穿鱼 啊你穿这都没问题 是习惯性哦 最主要有 我是穿习惯 当然你如果 不穿习惯的人哦 你也要他本身要他留意来 因为 在鱼山哦 大山哦 因为天气变化太近 所以你也是 安全性的鱼要穿 哦你怎么穿 八重鱼就好 我乞公姓我都有穿 乞公哦 乞公就是雨鞋 乞公 乞公 所以我乞公也是 我一边去 我五月穿的去八摄山哦 含南亚的一些登山队去 啊我也是 走乞公去 啊走乞公去 好 整基都路好 哦 但是我装备是都有杂 装备都有杂 所以你上次在塔塔家那一场 就是你的第二场的 伴马就对了 但是在在这之前 你想要开始 为什么会想要爬山 为什么会想要跑步 哦 我要跑步是因为 我的隔壁哦 有一个跑步叫 拱元香啊 乞姬大哥都跟我说 我在那个东湖山庄 他说元香是我的师父 啊我要帮大家介绍一下 虽然跑步人一定都知道拱元香 拱元香是拱冠军 我们欧阳 就连他高岛到总冠军的选手 他非常的会跑 然后他也是那个嘉义 你都是嘉义北回嘛 对对 都是嘉义 北回漫跑的社会 对对对 他们都嘉义人 然后北回漫跑啊 乃姬大哥说 因为他认识了元香 啊所以 刚刚是对元香去 去找一张 啊就是元香 啊飞舞队 我现在也是 有参加他们的 现在参加他们的漫跑社会 我现在来回玩 现在 啊你这样子跨很多个漫跑社 啊他这个飞兆 怎么这么好 陪在这里的跑友 啊做做成来 给我们邀请 我很好做会 我也来他参加 因为那时候 在大球那班 初一回去是去设计 我是说元香 他说啊 有几个跑座 没来啦 叫我去练习跑 练习跑的时候 啊我就 我好毛布 因为跑友不来 我想练习跑 齐早看看 啊想不到说 义口气 可以走19公里 义口气跑19公里 啊在那之前都没有跑过 啊昨天就不走 是 元香是 因为我是都八山 元香就要跑步的时候 我是 马上去田野走五公里 啊 所以你在跑那一场之前 你最多只有跑过五公里 啊 元香跟他说 叫我连几档了 哎 叫我连几档了 才来走马拉松了 啊结果 他我六月跟他食材 六月跟他食材 他的时候 我八月我就在早晒大学 2008年6月 我连几档了 我就去走 他说叫我几年了 我两个月就去跑步了 嘿你看哦 这那个我们那个拱冠军元香说叫他 几年后再去跑 结果乃姬大哥刚告诉我说 他已经跑了五十五场马拉松了 然后我跟他认识的时候 我也是那一年 那时候我也还没跑马拉松 结果我只有跑四场马拉松 乃姬大哥已经跑五十五场了 嘿 这快啦 这快 啊所以你其实是 甚至一个天有资质就对了 不然你想想看 一开始下去就可以跑到19公里 你是近前有做什么温度 因为 可能是到我八山 长期爬山爬山 会那个底子 啊 火外的飞火量 好像比较8天 所以跑步也不会觉得累 所以我第一次早19公里之后 我第一次早5年之后 要去参加北洞一厅 你第一厅办法就是那个泰鲁阁嘛 对对对 但是我感觉 我很好奇的是说 啊你泰鲁阁那有晶片啊 啊你穿拖鞋 那你是要怎么去克服有晶片这个事情 哦 说到这厅我真笑话 我去找泰鲁阁 啊 这个笑话说给大家听听听听 因为我晶片 去不知道什么晶片 晶片本的时候 我一中吼 啊他摆着厄大 啊因为我就没穿鞋了 对啊 没穿鞋要怎么 我用那拿手链 拿手链 对 拿手链哦 现在经过那个那个 感应区 啊就感应区你一定要 咕下去才有的对 我那些咕下去 所有的后面 全部都打塞车了 哈哈哈 几百人 这样哦 几片的人哦 都没打打到你 啊 整个这样哦 都在生灵都在乱 哦 像这些人们啦 哦 白起来哦 我咕下去了 白起来像这些人们啦 大家哦 一边一边哦 啊你这年小链 没人跟你 你没方向你打过去 哦 差一点都打到美国 哈哈哈 所以是 乃姬大哥的第一场啦 对吧 第一场 我想说 如果以你现在 在发生这个事情 大家都认识你 应该是没给你买了 对吧 没啦 现在大家知道 知道我们没有穿铁子 在钦片 现在我们知道 我都用矩大 白的膝底 矩大 像你们矩大 白的膝底 这样而已 现在钦片我都用来处理 所以都没问题就对了 钦片没有造成 没像以前的 他已经拋车了 不好意思 大家跟你买 人是不知道啦 不知道啦 他说是怎样 整个都动了 后面的人 整个总裁车 他怕我们打过了 现在打过了 整片的人 泰鲁子 有三十几个人来参加 所以高级性 对啊 泰鲁子很多人跑 对啊 你如果要通过钦片 你是一开始 那人很多很多很多人 对啊 太多人了 不好意思 你是跑了机场办马 才去跑全马 我早两个 早 早两个过我就早前 好啊你也跳很快啊 那两边 之后你有什么练习吗 你为了拳马 你有做什么特殊的练习 没有啦 我说我早 我说我早 啊就 第一次你早也是这样 看到人们把我们拒绝 因为我们也是同样 对哦 拒绝到没力了哦 还要用保鲁子 保鲁子叫做走路对不对 你拒绝要拒绝就对了 拒绝的意思 啊元香没有阻挡你吗 他没有说你这样子跳太快吗 没有啦 他在走的当中 他就说你往前冲就对了啦 不是啊 有时说他没有说你 不要那么快拒绝马 啊 没有啦 他就说啊 你就要参数啦 要参数啦 好 我们来等一下哦 这个这个乃姬大哥说 他才跑了两场 一场就是泰鲁阁 一场就是玉山 两场半马 他就开始来跑全马 那他的全马到底又有发生什么有趣的故事呢 我们再休息一下 然后我们第二段再来听听看他全马到底发生什么好玩的事情